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 快看快看 爸爸妈妈给你买了什么 他可是画了爸爸半年的鸡胸 妈妈可是足足在网上数了三天才拍下的 屠龙大宝剑 可不 你还没有白衣 孩子他爸 没想到你能为孩子付出这么多 孩子他妈 为了孩子能叫付出吗 那就 作为神选之人 从小就得忍受 常人无法想象的折磨 王陵因为能听到人的心声 而不得不提早接受 这社会的事态炎凉 这脚香了好久 终于找几口买到了 花这么多钱买个破玩具 男人的浪漫都是建立在浪费时上的 我死了三天三夜才找到这把钢帆 王陵此刻碰到了出生至今 第一道人生哲学题 儿啊 速速伸手取剑 若不取 父母满怀善意的骚扰 一时半会不会停歇 若取 别说是赝品 就算是正派屠龙大宝剑 也经不起王陵 只剑半分凌厉 你买的什么大宝剑 为什么连个婴儿的凌厉都承受不住啊 那就是个玩具 你那么较真干嘛 什么 剪碎了可以再买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买买买 婚姻破裂了 大宝剑 王陵觉得 会很麻烦 半年的积蓄 你就买了个家伙 我都是为了进个家 败家爷们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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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拿呀 王陵每秒钟387次的速度 假设了各种应对方法 此刻 王陵体内蕴含已久的本源之力 在紧要关头爆发了 哎呀 不好 儿子尿了 哎 你先抱一会儿 我去拿尿片 以上 是关于一炮沉尿 如何拯救一段婚姻的 发人深省的小故事 而王陵 也悟出了第一条人生真理 哎呀呀 你个傻孩子 别吃玩具了 奶奶惹好了 做人 还是谦逊低调好